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太有物性了 好 漂亮 这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王一雕 给他掌声 哇 第一次啊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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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雕妥妥妥的C位抽到了 叶博真不愧是全能爱的 请问王同学 你还有什么惊喜是王爷们不知道的 这边解锁着新技能 那边你博也是时刻不忘自己滑板boy的身份 还是熟悉的脏脏包 还是熟悉的小滑板 我叶博对滑板真的是真爱了 就是这新鞋上还没来得及撕掉的标签 也是真的吸睛 大家都小心 不要踩到哥哥的心血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喜庆的锣鼓赶紧敲起来 热烈欢迎大家日思印象的王远小朋友 终于回国了 欢迎优秀青年王远飞嘉 也恭喜汤圆大部队 终于结束了GM9的异果恋 瞅着boss员全副武装现身机场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小姐姐们也就可以放心了 走在路上还不忘看看手机 哥哥你是正在给大家报平安吗 只是看着你坐在那里就浑身疲惫的鸭子 小腾圆们也是真的很心疼呀 二字里迪这近距离的言 索正先带一头爱了 包括还是要隔空提醒下弟弟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工作经验可以有 但还是要爱惜身体 好好休息呀 不怕空气突然安静 就怕空气里都是 爱豆散发出来的魅力 正是宣布一下 日系男孩吴亦凡 从漫画里走出来了 哥哥这西装皮鞋配领带 金丝边眼镜和奇流海造型 大家觉得可不可啊 反正所长是已经上头了 真想暂停保存器烦饭 这在怼脸镜头下 都毫无压力的神言 建立一下这清一色 哥哥今天怕是最多 只有18岁的评论 大家都是被反反 帅晕了的小迷妹 还有网友原地喊话 当长发遮住了双眼 哥哥的高鼻梁 就显得格外犹豫 我反正是浑身都是顶配 而且哥哥身上这小发发 也太苦耐了 是我可爱凡本凡妥妥的 就连喝酒 举手偷足间 都是满满的优雅发 波子屋 你真的就是白骂王子本人了吧 贵气优雅 帅气迷人 凡先生 你真的是在原地锁命啊 锁了锁了 视频里 这只绝道不行的Chris 所长真的是要锁一万年 和自家的异国爱豆见面 怕是比一滴恋领症 还让粉丝幸福感爆棚 最近韩国组合Wayner 终于来中国 在青岛办了场签授会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的中国粉丝们 怕是送上了一场 让爱豆们脑洞都跟不上的 趣味应援 热烈庆祝Wayner 力临青岛指导工作 孩子带鼓掌叫好 这脑回路 你们的哥哥 怕是真的不懂好法 还有饭圈书法家 手写的各种折扇 传播中国文化 还有古诗词 一点没毛病 我很萨 存在极苏点 啥的也是很真情实感啦 包括论复古 下面这一大波投射 比折扇还能杀人吧 戴上才是冒的送土豆 一脸高冷 开心比威 人设原地爆炸 清朝投射 还有两朵小花 李生轩就原地变身猴哥 表情动作满分 美少女战士润 也跟着上线 网友们请接好 这满屏的傲娇 美美是真的没眼看啦 相比之下 古今中外的各种皇冠 已经是中国粉丝 对哥哥们手下留情了吧 虽然中国的粉 真是皮子没边啦 但哥哥们的重粉程度 还是一百分的 李生轩用中文抱怨太饿 还和台下的粉丝 落起了磕 努力学中文的李老师 此刻他就只想说 肉串鸡翅 快给我烤上啦 而你离土豆哥哥 就整个人都被女粉蒙在鼓里 拿着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的对联 就芥末戴着墨镜 把自己卖了 哈哈 今日份笑点 足够美美笑过这个周末啦 今日主角 Wayner家的中国粉 影员现场 满满都是中国特色 各种投射 让爱豆分分钟 有了谐星feel 拿着对联 仿佛拜天地现场 还好爱豆学中文 够成粉 不然这么皮 真是要被打PP啦 这凡人的躯壳 注定毁灭后 重塑一个新的我 当一阵一身 缝合了伤恩 将要战断了 所有的谜底 世界选拷我的美丽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